5月9号的下午按照惯例 俄罗斯举行了胜利日红场大阅兵 普京总统亲自捧着自己的父亲的照片 在不朽军团当中领头的位置 参加大游行 所谓不朽军团 其实用咱们的讲就是 为了不朽的精神 咱们先辈做出的好多牺牲 做出的好多贡献 以及他的不屈的精神要传承下去 不朽嘛 不朽军团 同时呢 普京总统要求同志们 打瓦里士 是吧 为了祖国而战 同时他还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 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和纳粹主义做斗争 当时我就奇怪 不是说在乌克兰的去纳粹行动差不多了吗 当时说嘛 一个去纳粹化 一个去军事化 那么去纳粹化其实已经 应该阶段性的已经结束了 怎么还在提 这个去纳粹化啊 就是和纳粹主义做斗争 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斗争 莫非是和纳粹主义做斗争 这个没有意识性的把它 消灭掉 正在想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 波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让大家会明白了 普京总统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就是去纳粹化是一个长期性的行动 就是在5月9日 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去反法西斯 反击法西斯 烈士墓前 献花的时候 让这个波兰人啊 用红漆 用一些不明的一些 据说也有鲜血啊 直接洒在了这个大使的身上 大使非常镇定 不动 这个我们首先要镇定啊 首先是要觉得 这个大使非常镇定 有大波风范 其次呢 波兰这个人啊 非常的激动 人家 你想人家是在什么什么杯前面 是纪念反法西斯战式的 这些为了在反法西斯战斗当中啊 战争当中 捐去的烈士的纪念杯前 而不是其他的杯前面 我们要搞清楚 他是反纳粹的 那么这时候你出来给人家泼 是不是就是你是纳粹呢 你要保护纳粹主义吗 你要反对纪念纳粹吗 是不是就是新纳粹呢 是不是就是纳粹主义的萌芽呢 是不是就是就如啊 俄罗斯 那个外长扎夫拉罗夫说的那个 那句话 什么在波兰的 纳粹主义的雍顿啊 暴露出来 他们是血腥的 确实是血腥的 红漆啊 不明的鲜血 泼在了大使的身上 更关键的是啊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民间的啊 那么更关键的是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波兰的警察 姗姗来迟 或者说迟迟不见出现 大使出来了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有安保人员 也有警察呢 结果安保不到位 警察不来 说明他的政府 也是支持这件事情的 或者说是 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处理 是非常的缓慢的 不情愿的 或者说是 哎呀 可算是有这种事情出现了啊 我们对于这种事情是置之不理 他不这么说 但他这么做 好多人都说啊 波兰 他的国歌叫 我们还在 具有很大的悲情 我们提起波兰 都是说什么 比如 卡廷惨 一口气杀了他多少兵 什么沃伦 对于乌克兰 对于波兰老百姓的屠杀 那种屠杀是非常野蛮的 不分男女妇幼 不分男女老幼 屠杀是非常野蛮的 也造成是波兰 对于这个乌克兰也好 对于俄罗斯也好 他是有这个历史成见的 这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卡廷惨案之前 波兰曾经屠杀过 曾经屠杀 当时是俄罗斯的 苏联的战俘是八万人 他屠杀了八万 只不过呢 这个话语权在西方的嘴上 所以他们只宣传卡廷惨 而不宣传波兰屠杀了 苏联几万战俘 他这个是不说的 同时呢 对于波兰 对于乌克兰的屠杀 也是绝够不提 所以他这个屠杀是报复性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啊 不管是俄罗斯也好 乌克兰也好 白俄罗斯也好 波兰也好 他们其实都是斯拉夫民族 这个斯拉夫民族有一个特点 就是想到 即做到 绝不犹豫 看人家有句话 我从来不做十年报仇不晚的事 我这个有仇就报了 什么十年报仇 君子有仇十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没有 我们当时就报 当然说了 有人说啊 君子报仇 我十年 十年不晚 小人报仇 朝朝夕夕啊 就是纠缠不休 我们不说谁君子谁小人 我就是说 人家的民族特色就是这种的 只不过有人更加的明显 据说波兰人容易孤注一掷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勇往之前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死不旋种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为了理想奋不顾身 但是他有点过于的就是 我想什么就要干什么 或者再说一句就是先动手后动脑 你不能说他办事不动大脑 你比如说当年的波兰事件啊 就是波兰城啊 这个我们在华沙城下 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叠雪华山 华沙啊 叠雪华沙 明明啊 苏联人的士兵就兵临城下 已经把这个城包围了 你现在联系苏联人是不是又能把华沙打下来 又能保住自己 他不 他非要把他非要在华沙城里起义 还把苏联人过来联系的这个代表杀掉 杀掉就罢了 他们起居内部还是互相的杀 不认人互相的杀 杀红眼了 杀到最后 自己人把自己人杀的差不多了 人家 德国人已经兵临城下 离死不远了 还能把他杀了个七零八落 凄惨无比啊 你去看这个叠雪华沙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战争能到了这种程度 真的让所有人提起战争是不寒而离 但是我们应该想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屠杀 没有后援嘛 成了几家联合起来绞杀 自己互相杀 没有谋略性 那么现在也是一样 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了七十多天了 打了七十多天之后 人家是双方都在留着后手 你比如说 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他可以说 不能说不仅仅是没有使权力 他让出来恐怕都不止是一只手 他有俄武 他有核武器 他有大规模杀伤武器 他有那种 那种就是可以是一次性覆盖 让你寸草不生的东西 人家不用 人家和你用什么 人家和你用装甲列车 一战时候的武器 人家真的除了这些就没有武器了吗 人家还把墨西拿杆步枪拿出来 那些老旧的武器拿出来 真的俄罗斯除了这些老旧武器没有了吗 其实不是 有人说是去库存 我就认为啊 去什么库存 扔到钢铁厂一回炉 不比什么好啊 回什么炉 这个 去什么库存呢 其实 就是告诉乌克兰人 告诉乌克兰的老百姓 我没有尽全力 我 我有杀你的本事 但是我不杀你 这就叫什么 这个就叫仁义之师 有冤枉手段 但我更有什么 菩萨心诚 双方其实都心智度 都在 作为乌克兰来说 当然他乌克兰也没有尽全力 都是在那里 我不能说他是表演性 最起码双方拉拉扯扯 比比画画 好像嘴上的功夫比手上的功夫更多一些 你看打一个 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 打仗的功夫 真的没有嘴上的功夫多 天天在那发新闻 天天在那说各种说法 什么大鱼说 是吧 说底下有多少多少什么东西 就是不动手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毕竟曾经是同胞啊 毕竟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毕竟曾经一同反过纳粹 打过伟大的卫国战争 而你波兰呢 你波兰这时候 看着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打得 不是不可开交 是拉拉扯扯 犹犹豫豫豫啊 谁都不愿意下手 不愿意杀的难解难分 不愿意杀的血流成河 你波兰人着急了 你波兰人恨不得赤国上阵 亲自下场杀他个血流成河 注意我说的是杀他个血流成河 不是说只杀俄罗斯啊 这是有潜台词的 他是不是也想杀乌克兰的血流成河呢 这个时候他就不想一想 他会不会招致这两个曾经的兄弟 突然有一个默契杀你一个血流成河呢 这就是波兰很多次被灭国 很多次被人家踏上一只脚 几乎灭族 所以他的国歌是我还在 就是他被打倒了很多次 虽然又站起来了 但是他的民族性决定了 他的谋略性要差一些 因为他被中断的太多了 好多东西没有流传下来 不像我们中国人 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的有字的 这个可以说是谋略史 让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站坐在那里 啊这小子不对头 有的人能看出问题来 有的人还能提出更高的招数来 有的人最次也能看出来这事不对 为什么 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 已经不中断的文明史 让我们对于一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谋略 你想谋略也就什么三十六计 对吧 弱者的三十六计 什么孙子兵法 是吧 什么道德经 要我们能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而波兰被中断的文明史中断的次数太多了 他们的谋略性真的是差一些 那么在人家兄弟两个不愿意你死我活的时候 他非要让这兄弟两个你死我活 你想尤其他还对于 你想俄罗斯由于历史原因提出了乌冬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时候呢 本来他已经把乌冬占了 人家俄罗斯已经把乌冬占了 现在是巩固果实 作为乌克兰来说 已经被人家俄罗斯占了一些地方 并且占了不是一年两年了 这种拉拉扯扯的事 从91年至今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30年 31年好多事情其实我能保住就是个胜利 作为俄罗斯来说 目前看似乎也不愿意说 我把乌克兰整了给你灭掉 他也只是想要个乌冬 那么这时候波兰站出来他想干什么 他想要乌西啊 他甚至提出来乌克兰和波兰是没有国界的 你说没国界就没国界了 就是那种想吃热馒头 想吃热豆腐的那种急切的嘴脸 掩饰不住 甚至就不加掩饰 要把乌西拿到自己手里 要出兵 以各种理由出兵 你别管他是什么理由 别管他什么借口 他想出兵 那么这时候你想 我不管乌克兰 他的谋略性不多大 现在是掩饭钱了 有人更还想把乌西再切走 乌冬已经走了 保不住了 就是这个损失已经是铁打的了 那么有人想让他有更大的损失 这个损失也是三分之一的 已经有三分之一了 然后又有人提出来 我想把你另外三分之一为你分掉 那么这时候你想泽连斯基会怎么想 别管泽连斯基是美国人 别管泽连斯基是什么哪个民族 他现在是乌克兰的总统 他要对得起乌克兰呀 咱就说人家有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作为乌克兰人来说 他也不傻呀 一边是以成定局 一边是想造成一个局面 想造成更大的损失 那么这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 最大的敌人 这时候乌克兰就认为 波兰恐怕就会成为新的敌人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 同时呢 俄罗斯 这个时候俄罗斯已经把矛头 越过乌克兰对向了 波兰 你会发现 俄乌这时候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波兰 我可以认为啊 波兰用自己的一己之身 缓和了俄乌冲突 但是这种缓和的代价是欧联合起来对付 波兰 当然这种对付的时候可能是一方出大力 一方默许 一方呢偷偷摸摸的 我做必上官 这时候就可以了 那么你说波兰它的危险性有多大 其实早就有时候 波兰在这场冲突当中 由于过于激动 过于的急切 早就在两个月前就有人说 波兰恐怕会成为俄乌之外的第三个战场 那么会不会成为呢 首先还是看波兰怎么做 如果波兰真的急切的派兵出来 急切的要把乌西西乌克兰也站走 并且不讲什么谋略 不讲什么策略 就要心急吃这个热豆腐 那么他的嘴肯定会被烫着 至于烫的什么程度 至于俄乌双方会把冲突降低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俄乌双方再来个联合 我不清楚 只能是往下走着看 这时候我主要还是说 做人呐 有就是脑子好使不好使是一回事 就是我这人可能视力水平稍微低一点 或者情商稍微低的 或者智商稍微低的 但是呢 和你有没有脑子 是两回事 有的人呢 他就没有脑子 什么情商 智商 什么谋略 他连脑子都没有 他能有这些吗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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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